女人在开车时突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 只见一旁校车上的学生高呼着连环车祸 就在二翠纳闷之际 另一旁的汽车上 一个男孩就拿着玩具车不断做着相撞的动静 女人感到一阵后怕 为了一扫阴霾她连忙打开电台 谁料这时里面竟在播报昨年飞机爆炸的事 二翠听闻赶紧切换节目 可让众人难以理解的事 此时电台竟放着地狱公路这首歌曲 见事情如此诡异 二翠直接就关闭了电台 好在只是有惊勇险 还没等女人回过神来 旁边又突然杀出一辆货车 而上面的司机竟还在酗酒 讽刺的是 车厢上还写着喝酒不开车 亲人泪两行 二翠剑状顿时燃起一股莫名的躁动 鬼使神差就系上了安全带 而就在这时 前方的大卡车就突发意外 看着一根根巨树脱开缰绳落到高速之上 一场毫无预警的灾难就此发生 尽管长矛立马踩下刹车 可由于惯性她的座驾直接开始翻滚起来 而就在她好不容易成功落地 此时一对母子健壮也立马做出响应 但却因为一瓶水卡住刹车 他们也无奈葬身在了这场浩劫当中 而最惨的还是其中的一位摩托老 由于车辆大滑 他也只能毫无挣扎 就此与命在了自己的爱车之下 此时仿佛每一个不经意的角度 都将会带来致命的后悟 尽管最终二翠几人成功捡回一条小命 可看着眼前恐怖如此的场景 死神的镰刀还是并没有救死 直端端的就向着众人袭来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可听着朋友熟悉般的吐槽 远处又驶过那辆喊着连环车祸的校车 二翠顿时感到一阵寒意 他连忙打开电台 不曾想播放的内容竟真的是遇难追悼会 他连忙换台 那首恐怖的地狱公路之歌便骤然响起 二翠瞬间意识到 此处将会有一场重大事故发生 他二话不说便驾驶车辆横在了路中 想要以此来拯救重病 可不曾想这却直接引来了警察 面对着男人的盘问 二翠立马说到这里将会出现重大事故 他希望警察能立马介入 来杜绝灾难的发生 可警察听闻却并未选择相信 再加上身后所有人的不断催促 警察只好让二翠将车先行离开 不曾想就在这时 那场连环车祸就真的发生了 众人不敢相信 二翠竟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而就在女人愣神之急 朋友就这样被卷入车祸当场影响吸毒 而自己则因为被警察救下捡回了一条小命 不仅是他自己 那些本该在车祸中丧生的众人 也全部躲开了这场劫难 可很快就有人意识到 他们这次的情况 就与当初飞机失事的境遇十分相像 而那些躲过劫难的人 都无一例外地在此之后相继死去 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这场死神游戏当中 可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此刻还是活了下来 可向一群无神论者阐述鬼神之说 本来就是多此一举 最终在场的所有人 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回去 殊不知正因如此 一场死神的屠杀游戏 就在此时已拉开了序幕